叫摆中国。日本紧急发射一枚拦截飞弹,西方,性能已远超萨德。 图为标准-3。Block-2A反导飞弹。 近日,据外媒报道称,最近日本与美国正在密谋一件大事,那就是美日担心中国飞弹袭击。 所以准备用宙斯盾系统拦截中国飞弹。 为着这件事,日本海自还进行了测试宙斯盾系统锁使。 用的标准-3。飞弹的最新改进型号,关键时刻,一枚飞弹紧急升空,奔向拦截目标。 结果也是大获成功。 对此,西方表示,日本宙斯盾的性能已经远远超过了萨德,看来足以叫板中国了。 但日本国内却开心不起来,因为这仅仅是日本多次反导实验后唯一的一次成功,宙斯盾反导能力还远远没达到日本方面的预期。 赞助商链接。 据悉,此次测试的飞弹属于标准-3的最新改进型。 后者是美国以标准-2系列防空飞弹为基础。专门研发的一款专业反导飞弹。 众所周知,美国对于其反导能力的建设一直是不遗余力的。 这是因为美军喜欢在那些对其有敌意的国家附近驻军,尽管这可以给这些国家带来强大的威慑力。 但是同时也把美军置于对方的弹道飞弹的威胁之下。 图为标准-3。Block-2A反导飞弹。 而且对美国本土而言,最有可能造成重大伤害的就只有对方的弹道飞弹了。 这使得美国把反导栏,皆作为其一个主要的防御武器来发展。 尽管美国目前拥有爱国者PEC-3反导飞弹。 但是其最大射程仅为32公里,所以只能保护小贩为内的高价值目标,效率并不高。 所以美国才要发展海基的标准-3反导飞弹。 赞助商链接。 由于目前美海军舰艇装备的宙斯盾系统性能优良,可以满足跟踪低轨道目标的能力要求。 这个前提才使得标准-3拥有中段拦截能力。 据悉,目前最新改进型的标准-3。 Block-2A。 反导飞弹的拦截能力大幅提升,其采用了新的发动机后,有效拦截高度从以前的500弓。 里大幅提升至1500公里。 其防御拦截范围也有很大的提升,而且动能弹头更大。 图为标准-3。 Block-2A反导飞弹。 资料显示,目前主要拦截目标就是各式中远程弹导飞弹,而且其还具备了一定的拦截中继飞弹能力的能力。 更大的的动能弹头意味着其可以配备更大口径的红外传感探测器,可以在更远距离上就发现目标并且 进行合适的拦截姿态调整。 而且拥有强大的姿态控制系统,可以了拦截末端更快地进行调整修正,从而大大提高了其拦截成功率。 赞助商链接。 资料显示,目前主要拦截目标就是各式中远程弹导飞弹,而且其还具备了一定的拦截中继飞弹能力的能力。 按照原定计划将在2018年完成研制试验工作,美国将会在其反导基地和宙斯顿军舰上部署该款飞弹。 而此项目另外参与国,日本则计划在2020年开始装备该乱飞弹。 不过,由于性能要求很高,导致其目前的研发试验工作并不理想,这就意味着每日的反导体系建设要推迟了。 也给中国的先性弹道飞弹带来更多的研发时间。 图为标准-3。Block-2A反导飞弹。 近日,据外媒报道称,最近日本与美国正在密谋一件大事,那就是美日担心中国飞弹袭击。 所以准备用宙斯顿系统拦截中国飞弹。 为着这件事,日本海自还进行了测试宙斯顿系统所使。 用的标准-3。 飞弹的最新改进型号,关键时刻,一枚飞弹紧急升空,奔向拦截目标。 结果也是大获成功。 对此,西方表示,日本宙斯顿的性能已经远远超过了萨德,看来足以叫板中国了。 但日本国内却开心不起来,因为这仅仅是日本多次反导实验后唯一的一次成功。 宙斯顿反导能力还远远没达到日本方面的预期。 赞助商链接巨息,此次测试的飞弹属于标准-3的最新改进型。 后者是美国以标准-2系列防空飞弹为基础。 专门研发的一款专业反导飞弹。 众所周知,美国对于其反导能力的建设一直是不遗余力的。 这是因为美军喜欢在那些对其有敌意的国家附近驻军,尽管这可以给这些国家带来强大的威慑力。 但是同时也把美军置于对方的弹道飞弹的威胁之下。 图为标准-3。Block-2A反导飞弹。 而且对美国本土而言,最有可能造成重大伤害的就只有对方的弹道飞弹了。 这使得美国把反导栏,截作为其一个主要的防御武器来发展。 尽管美国目前拥有爱国者PEC-3反导飞弹。 但是其最大射程仅为32公里,所以只能保护小贩为内的高价值目标,销率并不高。 所以美国才要发展海基的标准-3反导飞弹。 赞助商链接由于目前美海军舰艇装备的宙斯盾系统性能优良,可以满足跟踪低轨道目标的能力要求。 这个前提才使得标准-3拥有中段拦截能力。 据悉,目前最新改进型的标准-3,Block-2A。 反导飞弹的拦截能力大幅提升,其采用了新的发动机后,有效拦截高度从以前的500弓。 里大幅提升至1500公里。 其防御拦截范围也有很大的提升,而且动能弹头更大。 图为标准-3。Block-2A反导飞弹。 资料显示,目前主要拦截目标就是各式中远程弹道飞弹,而且其还具备了一定的拦截洲际飞弹能力的能力。 更大的的动能弹头意味着其可以配备更大口径的红外传感探测器,可以在更远距离上就发现目标并且 进行合适的拦截姿态调整。 而且拥有强大的姿态控制系统,可以了拦截末端更快地进行调整修正,从而大大提高了其拦截成功率。 赞助商链接资料显示,目前主要拦截目标就是各式中远程弹道飞弹,而且其还具备了一定的拦截洲际飞弹能力的能力。 按照原定计划将在2018年完成研制试验工作,美国将会在其反导基地和宙斯顿军舰上部署该款飞弹。 而此项目另外参与国,日本则计划在2020年开始装备该乱飞弹。 不过,由于性能要求很高,导致其目前的研发试验工作并不理想,这就意味着每日的反导体系建设要推迟了。 也给中国的先性弹道飞弹带来更多的研发时间。 图为标准-3 Block 2A反导飞弹 近日,据外媒报道称,最近日本与美国正在密谋一件大事,那就是美日担心中国飞弹袭击。 所以准备用宙斯顿系统拦截中国飞弹。 为着这件事,日本海自还进行了测试宙斯顿系统所使。 用的标准-3 飞弹的最新改进型号,关键时刻,一枚飞弹紧急升空,奔向拦截目标。 结果也是大获成功。 对此,西方表示,日本宙斯顿的性能已经远远超过了萨德,看来足以叫板中国了。 但日本国内却开心不起来,因为这仅仅是日本多次反导实验后唯一的一次成功。 宙斯顿反导能力还远远没达到日本方面的预期。 赞助商链接巨席,此次测试的飞弹属于标准-3的最新改进型。 后者是美国以标准-2系列防空飞弹为基础,专门研发的一款专业反导飞弹。 众所周知,美国对于其反导能力的建设一直是不遗余力的。 这是因为美军喜欢在那些对其有敌意的国家附近驻军,尽管这可以给这些国家带来强大的威慑力。 但是同时也把美军置于对方的弹道飞弹的威胁之下。 图为标准-3,Block-2A反导飞弹。 而且对美国本土而言,最有可能造成重大伤害的就只有对方的弹道飞弹了。 这使得美国把反导栏,皆作为其一个主要的防御武器来发展。 尽管美国目前拥有爱国者PEC-3反导飞弹。 但是其最大射程仅为32公里,所以只能保护小贩为内的高价值目标,销率并不高。 所以美国才要发展海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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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